最近啊,大家知道在加州发生了两起大案啊,一起是这个72岁的越南华裔,对不对,把这个杀了十多个人啊,是吧,其中还有中国公民啊,还有一个呢,就是一个啊,另外一个华裔的老人叫赵春丽吧,也是67岁了,也是冲进一个华人农中,嘣嘣,打死七个,是吧,哎,然后呢,很多人就想让人来讲一讲这个事儿,这个事儿呢,我觉得中间有几点还是挺有意思的啊,比如说这个啊,那个72岁 那个越南华裔,对吧,后来又进了一个舞厅,还准备开枪伤人,结果被一个26岁的程序员呢,哎,把这个枪给抢过来了,啊,但是据那个程序员说啊,说这个72岁的老人,你不要看他挺老了,但是他的这个身手不输于我啊,啊,或者怎么怎么样,我知道很多朋友啊,就说这个华人,你看就在海外啊,有些时候把咱们说这个华人,啊,怂,是吧,哎,有的时候呢,说他们窝里横,你看他只敢对着自己动手啊,或者怎么怎么着,我哎,我都特别想说一下自己的, 看法,华人怂不怂啊,是吧,哎,你得看分什么事儿,我一直在海外就是这个观点儿,华人你可以说他怂,啊,但是呢,你要知道怂啊,跟怕事儿啊,他是俩概念,他是不想惹事儿,你明白吧,华人在海外啊,这些人啊,就他只要出了国,从来就是出来拼出身的,出来拼出身,华人都向往哪一种生活呢,都向往自己买了大房子, 都向往自己实现了一个美国梦,或者都向往自己在海外,哪怕是在咱们国内到处北上广山拼的也是,大家总觉得自己要有一份家业,所以说他不愿意自己的前程被毁了,华人是有这层羁绊在,但是你要说华人本身他凶不凶,或者是中国人本身他凶不凶,这个还是,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凶的,可能因为我来美国比较早的缘故啊, 这几年呢,美国的华人是手法多了啊,因为大家都是新移民比较多啊,中国的这边来的都比较的守规矩啊,你像我们早年来的,大家知道我在美国是混过社会的啊,以前的事我就不提了啊,但反正是我觉得在我那个年代,反正这种事挺多的啊,经常就哪个帮派哪个帮派火兵了,打死几个人,我说帮派这不是好听吗,其实就是华人之间火兵了啊,或者是华人之间火兵了啊, 华人把某几个黑人打死吧,这种事挺多的,只是以前没有那么发达的社交媒体,大家没见过啊,然后现在呢,经过这些好多自媒体,就是刚来美国他也没见过这种事,他一看觉得哇塞,一渲染,你们就觉得是很大的事啊,但其实这种事情在纽约加州一直都不少见啊,我只能这么说,而且吧,大家也都别觉得华人啊,就是不敢干这种事啊,华人很多人敢干这种事啊,华人有两种人啊, 一种人就是你看他利益对他够不够大,利益够大了,什么白人黑人你开的那个什么,只要利益够大了,我把你都灭光进去,通通给你灭了,一个不留啊,都可以啊,还有一种呢,就是说这人不想活了,这人也不需要什么虔诚,不需要什么出身,哎,他就都给你拼了啊,所以说华人你只要不把他往这两个极端逼,基本上他不愿意惹事儿,你知道吧,但是华人凶起来可是真的挺凶的,我知道说到这儿啊,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,就是 什么华人怂怎么怎么着,怂你看分跟谁比,你知道吧,我个人认为在咱们全世界分布的华人群体里,你知道这华人的这个范围是挺广的啊,包括中国大陆的啊,中国台湾省,中国香港,中国澳门,马来西亚,新加坡,呃,这个美国的加拿大的,全世界的华人加起来啊, 啊,个人认为,勇武方面,美国华人应该排第一啊,很多人说,我知道说到这儿,肯定很多人说,哎,你怎么怎么着,嗯,我不跟你们多说,因为美国很多的事儿,你们根本就看不着啊,是吧,哎,我们是,我知道很多人喜欢骂我们是绵羊哈,但其实,呃,美国华人吧,或者说是这个,呃, 国外的华人在争取权利的方面啊,比诸位是要强挺多的啊,啊,可能跟黑人比不了啊,可能跟白人比不了,但是比你们诸位还是要强不少啊,尤其是在这种脑袋别裤腰带上干这种事儿是挺多的,因为早年的时候啊,就其实也没多早,就两千零几年的时候啊,或者九几年的时候啊,那个时候啊,没有那么发达的自媒体,你看不见,你也不知道,以前呢,华人帮卖感是太凶了,包括, 华人的那些,包括巴士跟巴士之间的,你见过用身体去拦巴士的吗,啊,你,你见过吗,你见过用身体去拦卡车的吗,我,我告诉你,这种事儿很多,知道吧,哎,我知道,我说到这儿,可能很多人不服啊,你要知道,国家强大,跟你个人强大,这是两个概念,中国的军事量强大,跟你个人强大,真的是两个概念,因为很多人啊,他老是有这么一种观念,你看我们现在中国强大了,所以说我就不怂了,不不不,跟这个没有关系, 你知道吧,哎,我们啊,是野生生长的一批人,你们我不知道啊,但我们是野生生长的一批人,所以说,啊,我们就是遇到很多解决不了的事儿呢,就很容易走极端,你知道吧,因为我们本质上是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出国来博一个出身的, 但你们不一样,你们都被,都被良好的治安都,都生活下都已经,就比较老实了,你知道吧,就所以说咱们是两个物种啊,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些心里话,就是大家别老觉得就华人干这种事儿特别的奇怪,这种事儿在华人中间不少,啊,我相信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那个事儿吧,去年还是前年,应该是去年那个事儿吧, 一个中国台湾省的一个老哥,啊,进到一个教会里,也是一开枪,打死一堆人,是吧,哎,那我说到这儿,可能很多人也不服,那你这光对着自己人窝里横啊,他也不是说对着自己人窝里横,他只是说,他生活在这个地方,这个地方就以华人为主,大家如果去过加州都知道,那华人生活的地方周围也没别人,那韩国人生活的地方周围也没别人,他就是想杀人,然后他到了一个地方,然后就冲着一堆人就下手了,就在他自己,啊, 平时生活的这种地方,你明白吧,哎,就像这里面就是个十个白人他也开枪了,十个黑人他也开枪了,跟这都没关系,你明白吗,哎,所以说,我跟大家讲啊,就华人发生这种事儿啊,就不要奇怪,尤其是在加州这种地方嘛,啊,就就就这种地方嘛,因为有想干坏事儿,有枪的人有枪,对吧,那那剩下的人,有的时候有些人没枪,你就比如说像这回这个26岁的程序员小哥, 人家就敢上去跟这老头直接夺人家的枪啊,还把这枪成功抢过来了,阻止另外一场屠杀的发生啊,对吧,我都不说别的,这在咱,啊,诸位观众朋友们有几个人敢干呢,在咱国内有这事儿,一套枪有几个人敢上去夺枪呢,你们敢吗,对吧,你不要忘了,开枪的是华裔,夺枪的也是华裔啊,是吧, 所以我就跟你们说,你们这些人嘛,别不服,啊,别不服,就是个华人嘛,在这方面啊,就是不是说没有这种人,犯罪少都是相对的,是吧,诶,你们觉得怂这也都是相对的,你要看跟谁比,你明白吧,诶,当然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呢,咱们还是觉得这个心里很不好受啊,啊,包括很多,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在那看热闹啊,虽然说,诶,你看多少你们华人之间,我还是那句话,有的时候你说华人他不是好听啊,对吧,他有的时候, 其实,很多的事情在这边发生的事情,很多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干的,啊,或者是有些时候,但这个人不是中国人,我就说这个这个这个动手的这个越南华裔,他不是中国人,我是说有很多犯罪事件,所以说大家很多也不要完全的就把华人这个群体想要成绵羊,啊,不完全是,我只能跟你说美国这边的东西吧,很复杂啊,视频里有些东西吧,我不能跟你说的太清楚,因为对于我们来说, 我们的,就华人比较聪明啊,华人都想的是我要博一个出身,能不犯罪尽量不犯罪,但是,呃,我愿不愿意去干脑子别裤腰带上的事呢,取决于有多大利益,我这么说我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,啊,取决于有多大的利益,啊,有多大的利益呢,我就愿意去干多大的事,啊,是吧,哎,这就是为什么,你看啊,咱们总说啊,是吧,哎,说这个,咱们中国人相对来说性格比较温顺,对吧,哎, 哎,但是,那历史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争,农民起义也好,什么,都是在咱们中国发生的嘛,对不对,哎,所以说中国人就是这样,啊,包括华人跟中国,其实同一个群体,就是你不把他逼到一定份上,其实他不愿意干这些事,你明白吧,所以我就个人,就是,还是那句话,因为这期咱们是引这个话题嘛,顺便引出这个说法,就是说大家,动不动不要说,这个人是绵羊,那个人是绵羊, 绵羊不绵羊呢,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,啊,华人这个群体吧,本身吧,其实还是挺吓人的,你看他这个群体很好玩啊,你说他怂吧,对吧,哎,他敢干这事儿,你说他手法吧,哎,他能整出美国最大的黑社会,啊,他能在美,你说美国,是吧,都觉得华人好欺负吧,哎,他能整出最大的黑社会,把美国就是长时间的弄成那样,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了解这方面的事儿,我就不多说了,所以说, 这个东西很,很奇怪啊,华人这个群体,我个人是认为华人跟犹太人很像,都是你感觉平时他很好欺负,啊,犹太人以前其实也一样,是吧,哎,欧洲都觉得犹太人很好欺负,但他真正的,他不想再跟你这么干了,他一旦组成一个国家叫以色列的时候,那迸发出的那种东西,你可小一点,啊,就很吓人,啊,很吓人,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吧,华人这个,这个群体比较复杂,大家最好还是不要让他们,呃,就不要太小区, 这个群体,我还是那句话啊,啊,但是从这个事件啊,咱们也引申出了这么多东西啊,我只是就就这个事件跟大家讲一讲,啊,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不是想听我说一说吗,我从这里面看到就是这个,就是枪击本身没什么可说的,因为这种事情在美国太多了,这种事情在美国,你一年不发生个几期也不正常,对不对,啊,都不是几期了,几百期了,对不对, 所以说,说本身吧,你骂他也都没有什么意义啊,就是我个人感觉,当然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可能说,对,你就不骂,你就替他们说话,那你愿意骂你骂吧,对吧,因为我觉得骂来骂就骂累了,因为美国,说句实话,我的手机是有breaking news的啊,就是那个周边的那种突发新闻,每天都有被车撞死的,每天都有这个枪击打死的, 那怎么着,我每一期都说一说,那我累不累啊,包括你看前几天我在直播间也是,有朋友跑过来问我说,你不说一说这个事吗,哎呀,我也没啥可说的,我就后来想了半天,我得了我换个角度说一说吧,哈哈,行吧,那这一期呢,就聊到这儿啊,就我呢,只是想跟大家正儿八经的,聊一聊华人这个群体什么样,我只是跟大家说,你们有时候的认知很错误,因为很多朋友呢,他就是看一些自媒体宣传,他一天美国也没待过,华人这个群体他也没接触过,但他就认为他了解这个 这个群体,你知道吧,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,但是,但是也没用,你说点实话吧,别人说你,不是说你拿美国钱了,就是说你在替华人洗,要么就是说你在怎么怎么着,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吧,就是愿意听就听,不愿意听拉倒,对吧,你愿意去看那些自媒体,你就,我还是说人嘛,是吧,有时候活着糊糊涂涂的,也挺好,挺幸福,对不对,哎,行吧,这一期呢,咱们为这个死者默哀啊,就别 别的事,我也不多说了,我也希望这种事以后,反正少发生点吧,对吧,你毕竟生活在一个丛林社会嘛,很危险,对吧,还是那句话,在加州嘛,发生这种事,我也不奇怪,不奇怪,行吧,这期聊到这儿,以后有什么有意思东西再跟大家说,这期聊到这儿,拜拜